在床上不要伤人 不要负人 不要冷落别人 一旦被冷落很难再找回 一旦被辜负了 就很难再挽回 一旦受伤了就很难再弥补 一旦选择了相伴终身 就不要再将花惹草了 人心伤了很难转身 信任被毁了很难再见 床上功夫好不好 没有关系 自己的能力强不强也无所谓 守住自己的床 在自己的床上繁花盛开 比什么都重要 点击头像关注我 成长的路上让我们一同前行吧